這雙超級爆眉的耶 黑白跟米色完全穿 我可以你們盡看一下這個面料 它上面是那種毛泥 然後它的毛泥裡面還有穿不同粗細的線 還有銀色的線去帶出它的層次感 對 還有一點點銀色 對 然後它用的是這個金屬的轉扣 它其實不是真正可以轉的轉扣 它是只是一個裝飾性的效果 但我覺得它這樣子的點綴就是搭配得非常完美 然後另外一個白色也是超不好看 白色它裡面也是有米白 然後有光澤的米白 有金線有銀線 還有比較粗的這種有點像是黏線 去混織出來的 然後一樣配的是金屬這種金色的轉扣 然後這整雙就是高級到爆耶 超級美 像你們會搭 他們都不敢買這種有花紋的 是因為他們會覺得很難搭配 各位同學 你現在仔細想想 你的衣櫃裡面 是不是都是黑白灰米 然後牛仔 對 我跟你們說這些 剛剛我講的黑白灰米 然後牛仔 通通都可以搭這兩雙 所以其實 我覺得我們這最近一直就是很強調 讓你鞋子其實可以買一些比較有造型感的款式 它會變成你全身上下穿搭的一個亮點 然後我覺得就是像現在可能天氣還沒有那麼熱 你們可以搭配一個短襪去增加它穿著的層次感 你可以像我一樣穿一個這種落地的黑褲 然後大家其實也很好看 因為像我今天原本就是穿那個黑色的 比例會很好 因為我原本沒有掉到我會被Cube上來 所以其實我今天就穿的很隨便 我平常上班會穿 很正式耶 很簡單的踢 然後很簡單的寬褲 隨便拿一件外套 你今天這個外套換成任何外套 比如牛仔外套 或者是什麼 任何白色外套 或者是什麼 任何白色外套 然後這樣大家其實就很OK 對 所以如果你是黑色長褲愛好者 不管是落地褲、寬褲還是Legging 鬆的緊的 只要你是黑長褲蠻多的 我就會推薦你可以蓋千鳥格的 這個外套跟這雙鞋子是絕配耶 你是刻意配的 小翔鋒 真的很配耶 應該是說這個類型的涼鞋 就是近兩年非常流行 而且因為它鞋子的分量感就很強 所以其實它會顯得你的腿很細 其實穿起來很像球鞋 我覺得它是球鞋感的涼鞋